都说半君如半虎,陪同着明太祖朱元璋一起,征战沙场打天下,浴血奋战拼命厮杀的有34人,他们也被称为明朝的开国34功臣。 但就是,这群为大明朝立下汉马功劳的人,却有30位都不得善终。 朱元璋对这些人痛下杀手,却只于四位能够安稳度过他们的晚年。 为何朱元璋单单只放过了这四人呢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朱元璋虽是草根出身,但在称帝后还是将明朝的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,他深知对待臣子要赏罚分明。 便隆重奖赏了随他打下明朝的34位功臣,其中有6位被封为公爵,剩下的28位为侯爵。 这6位公爵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,魏国公徐达,郑国公常玉春,曹国公李文忠,宋国公冯盛,魏国公邓宇。 但是这6人中,只有邓宇和李文忠,能够安享晚年,其余4人都因各种原因死亡。 第一谋是李善长,因受到胡为雍暗牵连,被捕入狱,朱元璋将其处死。 徐达,据传是因朱元璋的猜忌,他对其兵权的忌惮,致使徐达备受打压,郁郁寡欢而亡,常玉春,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。 据记载是突然暴毙而亡,但未可知是否是因他屠城,而遭到朱元璋的猜忌,冯盛,因为与明成祖朱弟胞弟诸宿,私密会见,被朱元璋猜忌,无罪却被赐死。 另外还有二十八位猴爵,分别是傅友德、蓝玉、唐盛宗、陆仲亨、郭兴、王志、郑玉春、费聚、赵雍、于通元、朱亮祖、黄斌、梅思祖、陆聚,这十四位,皆是与蓝玉案以及胡为雍案有关。 因此获罪而赐死,剩下的其余侯爵,汤河、傅友德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顾石、耿炳文、陈德、吴良、吴珍、廖永忠、华高、杨景、虎美、韩正、曹良辰。 这其中,有人因其他罪行而被赐罪而亡,也有人因病离世,或是四处征战时,战死沙场。 只有汤河与耿炳文,能够避免这场腥风血雨,那这四人,究竟是怎么做到,在朱元璋朱杀了半个朝廷之时,还能安度晚年的呢? 首先这第一人,我们得说李文忠,他是与朱元璋关系最深之人,而且,作为朱元璋的晚辈,一些时候,也需要对他进行一定的关照,也不失他对亲外甥的爱,不错。 李文忠的母亲,也就是朱元璋的二姐,可惜朱元璋二姐一家命短,什么旱灾,伤病等,都被他们家遇上。 李文忠能够存活下来,已经算是幸运,为了生存,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,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正值朱元璋用人之计,李文忠又算是亲近之人,好好培养起来,无疑是一个好帮手。 所以,在李文忠加入时,朱元璋不管是对他,还是对他的父亲,都百般照顾,吃饱穿暖没问题,甚至还帮助年少的李文忠,习文识字,多年来,李文忠做到了将帅之责,他可以是上阵战场的大将,也可以做朱元璋的后辈力量。 朱元璋在征讨福建地区时,李文忠就参与其中,敌军在他这里,捞不到好处。 反倒其残余部队也被他清理,随后在各地的平定中,李文忠做出主要功绩,并且李文忠多怀有人爱之心,对沿途的孤儿等也都有很大的帮助,最后在元朝覆灭时,是李文忠跟着长玉春协同作战的,元朝皇帝才得以被赶走。 还得是李文忠等人带着朱元璋的势力攻入了元上都,朱元璋的位子这算是有了一定的着落,而后元朝的势力也遍布,李文忠也算是东奔西走,在朱元璋仗中的地位也是一生再生,所以说抛开亲情,李文忠的功绩在一众将领中也尤为显眼。 李文忠宅心人后,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,必然不会有过多的退让,如此相传,李文忠因劝谏一事,曾与朱元璋大吵了一架,好在有马皇后的帮助,李文忠才得以免受死罪,这样对杀伐果断的朱元璋,李文忠恐怕难多,不过朱元璋可能爱于马皇后乃至是亲情所致,使得李文忠得以善终,也便是没有死于朱元璋之手,死后朱元璋还对其进行了追风,再者,这一人的故事, 我们很少见,但他的名字邓玉,可是朱元璋亲自赐予的,邓玉可不是朱元璋培养起来的。 更早之前,邓玉的手中就有兵力,并且在其当地颇具威名,元朝末年,不只有朱元璋这一支队伍起义,各地皆有,而邓玉的父亲也是人人尽知的团练,这样一来,邓玉耳听木染,并参与其中,算是从小就打下了基础,更承担起了保护众多老百姓的责任, 不幸的是,邓玉的父亲和哥哥都为这一责任去世,而邓玉也便算是临危受命,邓玉的势力随之在扩大,而朱元璋的势力更不用小觑,最后邓玉顺势而为,投奔朱元璋也是早晚的事情, 这时,我们要知道的是,邓玉手中也有兵权,手下绝对人手不少,当时的朱元璋自然非常的高兴,欢迎,徐达的威名,我们早已有所耳闻,是朱元璋重视之人,同时也是与邓玉一起作战之人,浴血奋战邓玉不在话下,他与徐达顺势而为攻占镇江,丹阳等地更让人为之一惊,可见,邓玉功勋卓著, 总的来说,邓玉不论何时,都是朱元璋需要的能人将领,功绩多更在开辟江土时离不开他,可惜的是,邓玉遭受病魔而亡,相传朱元璋未知痛哭,连每天的上朝,都因为邓玉停止了三天,耿炳文,是这四位开国功臣中活到最后的,甚至还与朱棣斗了斗,但是在朱元璋未去世时,他无疑是很受重视的,耿炳文也算是子成父业,父亲战死后,他也算是挑起大梁的以后, 可谓处处都有耿炳文的身影,在徐达与张世成决战时,他带兵参与,后来朱元璋平定中原时,从宜州开始一直到汴梁,甚至后来北巡,耿炳文更是忙碌不已,在北方一带的作战,耿炳文基本都有参与,甚至说他在陕西驻守时,红麒的疏通工程,耿炳文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在当时,这一工程量巨大,毕竟其总长达到了十万余兆,但修成后受益的土地,可谓废大了, 非常的广袤,对于耿炳文在当地的名声来说,可谓百利而无一害,如此功绩,他可是与徐达一般都是一等功臣,朝廷果真会亏待这样的开国功臣,再者,耿炳文也是有一定的败绩的,后世有说他非大将之才,我想朱元璋也总得留下几个老臣,方才能服众, 不过虽说耿炳文没有命丧朱元璋之首,但也难逃朱棣之首,毕竟燕王动乱,耿炳文为征辱大将军,最后一位可就大名鼎鼎了,他就是汤河,他的家事没有多突出,并且,汤河算是早年父母双亡的苦命之人,其先是跟着郭子星起义,而后才到了朱元璋的麾下, 汤河加入后就一直在帮朱元璋壮大部队,在谋略上更是难得,可见,汤河绝非简单的武将,再加上汤河的年纪要比朱元璋大上一点,在对他的控制上要难一些,最直观的就是,如果比汤河年纪小的人指挥他,他必然不加以重视,甚至可以说是不甘心听从他们的命令,相反在比他年纪小的朱元璋这里是极大的一个意外,因为他非常的心甘情愿,我想,在朱元璋这里, 汤河是真正的福,可以说在汤河带兵出战时,各处的防守都非常的严密,敌军探不出来什么消息,即便是他们出兵进犯,汤河也能冷静应对,胜利夺得后更数千人被俘,汤河出战时间长,受伤更是家常便饭,小伤小病可能在他那里无碍,但是即便是大伤,汤河也便会在伤好后立即返回到战场上,年纪大了以后,身体更大不如从前,后来失生时,朱元璋, 朱元璋还亲自前去进行了探望,伤好后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,可见朱元璋对于汤河果真不一样,其病适后,追风自然也少不了,命丧朱元璋之手的将领还少吗? 能在朱元璋手中,善终的将领,过人之处肯定有,性格,精力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结局,毕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被审视着,一旦做得不对,可能就是死罪无疑了,朱元璋生性多疑,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,加强中央集权,害怕这些有能力的功臣,谋反或者叛乱,便会因忌惮而诛杀重臣。 所以说,这四个人,已然很幸运,并且也不得不说,他们能力出众,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的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,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